到了現場以後就看說 奇怪 現場也有一些竹影 校舍裡面的走廊上 我們有看到泥竹 因為前一天好像有下雨 晚上有下雨 他可能走過一些泥泥的地方 在現場也留下了泥的竹影 現場也看到說有一些泥竹影 表示說這個人他都是打赤腳在犯案 犯案的時候都打赤腳 現場留下來的竹影 一個是泥竹影 一個是血竹影 這個踩下來比對了以後 就確認說這可能是同樣的遠手 第三天的時候他們就比對說 他們就跟我講說 確實是同樣的 就認為說他可能就是 打赤腳活動 這種東西可能就是一個 它的特徵 那時候那年代那不多 流浪漢 流浪漢他都有時候沒有穿鞋子 那個都是已經脫序行為的 脫序行為才會有的事 已經是90年代的台灣社會了 還有誰會不穿鞋子 到處跑來跑去嗎 看他去屍塊的地點 這不正常 假如說有孫手大分的話 他把他殺死就在現場 那你分屍也不一定說 那你丟一塊那你丟一塊 又有些屍塊不見了 我說這個不正常 這個人不正常 不穿鞋子行為異常 這兩點讓陳良忍想起了 當時他辦過了很多這些案件 我辦了很多西郊的 西郊以後他純住不清 純住不清 導致連親人都會殺死親人 六親不論 西郊以後他犯罪行為六親不論 我也問過他 他說他吸了以後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他會亂殺人 那時候吸毒的很少 81年那時候沒什麼吸毒 吸毒的很少 那時候不流行 那西郊很流行 警方的推斷很快 就找到了那個 是西郊主 在那個區域裡面 都是西郊的人比較多 因為就在那個頭小 那附近 不可能是外地進來的 外地進來這裡西郊以後再犯罪 所以這機率是很少 回來以後 我就通知那個 俠西勾手的手擋 說你一定要交代過群區 將所有群區內 有西郊全科的 全部送過來我行進去 有西郊全科的五六十個 我五六十個拿到 部我通報台 掉口感 掉口感 全部掉口感出來 那他手手擋就速度很快 因為這種速度分數案很敏感 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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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感谢观看